好非得早餐 我是等一下龙来 民国113年的4月15日 星期一礼拜一的时间 七点钟的时段 早餐读书会的单元 今天终于有一本书 可以让我好好的把单位聊一聊 这本书 辽元出版社 书名叫做第七舰队 就是美国的第七舰队 第七舰队 它有个副标题 民主与和平的守护者 每个部队都说是这样子 但是杀人如麻 好那作者呢 叫做爱德华马马洛达 爱德华马马洛达是谁 我先简单的简单的介绍一下 他是前华府呢 乔治成大学的教授 就美国的知名的战略学院 他曾在美国海军的历史 跟遗产司令部 担任多年的资深的历史学者 那有四十多年跟海军 美国海军史相关的 学术能力跟经验 那也撰写过十多本呢 深受好评的美国海军的历史著作 特别专注在研究海军 跟现代亚洲冲突 跟发展的关系 他曾经在1969年70年 以美军的 以美国陆军军官的身份 在越南参战 在乔治成大学担任 客座教授期间呢 也专门讲授呢 冷战年代的远东 跟越南的战争史 好那为他导读这本书呢 既然是辽原出版吧 那当然是辽原出版的 主编的查理来到我们现场 来欢迎查理 大哥好 各位听众朋友 好久不见 好 因为查理的书呢 通常都很容易就被我选 所以我老婆就很不爽 因为这种书 他们铁定是不喜欢 他就说 他说为什么他出的书 你都会排 我就说我喜欢 他说你为什么 一天都访问查理 好 那我就告白一下 谢谢大哥 因为他们出的书 对我来说 或者对于我 我认为我的观众来讲 他刚好去补了一块 在过去台湾的出版市场当中 我觉得比较少的 专业性的出版品 好了 今天我们谈谈第一期舰队 第一期舰队 大概是美国的几支舰队里面 最常被提到的 那我简单讲 美国呢 美国现在的编制上面的舰队 应该有六支 对不对 没有第一支舰队 所以从第二支舰队开始 你从他的以美国为中心的话 从他的东岸 从他的东岸 246呢 是从大西洋这边这边算的 那1357呢 是从西洋的这边开始算的 那第三件的舰队呢 是靠近在西海岸 第五件舰队呢 在波斯湾 然后呢 第七舰队呢 就是涵盖了整个的太平洋 甚至于呢 将来要涵盖一部分的印度洋 因此呢 第七舰队 虽然只是呢 美国的现在呢 编制上的六支舰队之一 可是呢 它是编制最大的一个 对 也是防区最大的一个 没错 也是所有的资源配置最大的一个 差不多 对 为什么 主要是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吧 第七舰队 像我们知道它母港在日本的横须河 对 那它的责任区 它的从东边来算的话 就从国际换日线开始 对 跟这驻夏威夷的第三舰队 是刚好在那边接壤的 就换日线以东以西就各自分别 然后最远的西边这边是到这个 波斯湾口涵盖整个印度洋为止 那在这个地方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全世界几乎一半的人口 都在这个区域 那也差不多有一半的这个 全世界的这个GDP也在这个区域 那还有主要的这个能源 还有这个船舶的航运 也在这个地方 所以第七舰队 它肩负的是这个 除了美国本身自己的利益以外 那尤其是当年1945年结束了以后 绝大部分大平洋战场 都在它的责任区范围之内 所以对于复兴这些国家 在他们这个新的政权 因为大部分都殖民国殖民地的政府 就等到他们正式的 成为自己独立的一个国家以前 那宪政还是怎么样的 军队建立之前美国地际舰队 都替他们做了很多协助 那至于说为什么当时会这样子安排 我觉得应该是说在地理上的位置上 比如说我们说在东边 就是从国际换热线开始 其实我觉得这个权责 大家就分得很清楚 不会说你一个报告出去的时候 可能火际换热线东边跟西边的时间 都会有可能会搞错 那另外一个就是 可能就是在这个 尤其是在日本或者冲绳这一边 不管是地面部队也好 水面部队也好 他们的出发点 其实这个要 就是刚好它的辐射线 在横旭河这一边 跟冲绳这边 不管去哪边 那个时间都是均等的 对 我想这个就是当时 为什么会这样子做设计 当然除了在日本内岛这一边以外 他比如说在关岛也有部分的基地 他在印度洋的中心 迪古卡西亚也有 尤其我今天 就是在我们录影的 录影的这个时间 我刚好就看到说 美国的B-52的这个轰炸机 正规划要进驻到 迪古卡西亚去 因为它是轮掉的 或者说前些 就是2000年以后 就中东局势很紧张的时候 他才会在迪古卡西亚岛上 会部署这个轰炸机 那这几年当然就没有了 他现在又把它放到那边去 表示说他对于这个中东 或者波斯湾的这个形势 有所紧张才会这样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一整个属于地基舰队的 这个范围之内的这个访区 他只要有这一种 一个主基地 然后有这分散的基地来说的话 对他的调整 或者是对于他快速反应 都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部署 所以我们常会在 英文新闻里面 我们常看到他们叫做前沿部署 就是这样子而来 就是节省了他从本土出发 去应对这些状况 我们当然知道快速反应 当然是大飞机是最快的 但是你部队你大飞机 你顶多就手枪跟步枪 还有一些可能火箭弹 但是你想想看 我们一整个航空母舰的 这个战斗群出去的话 那个威力就差很多了 当然有时候出去 他不见得是要打谁 但是有个样子摆出来的时候 多少在谈判上 或者是在教设上 也会有一点的帮助 美国理论上 现在有11艘航母 但是他的舰队 就是说有番号的舰队6支 但是第七舰队的话 配处第七舰队的就李庚豪 李庚豪对固定部署 就固定部署 他的航母跟他的舰队 之间是什么关系 应该是说他们一个是司令部 司令部他是参谋跟指挥单位 舰队的话 那个船他有固定部署在 恒修赫或者是佐世保这一边的 但是这些船可能来个几年 要大修轮到大修的时候 他就要回本土去 那这一条走了 他当然就要多另外一条来替补他 那其他的小修或者是碎修 那这种他可能在在地的港口 就可以处理 比如说 李庚豪他准备要大修了 所以他即将要回到美国本土去 然后就会爬 他原本替代的华盛顿号 又派回来了 所以华盛顿号又即将要回到恒修赫 这个就是他分成两个 一个是编制 一个是指挥架构 所以是分成两个架构 那个船就是按照 地基线队的命令 还有这个美国联合参谋本部的命令 来行使他的任务跟责任 所以他们两者之间 一个是 比如说在地的司令部就负责提供他们资源 跟后勤 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指挥作战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 这个结构 好 当然从台湾的经验来讲 你最常听到的 大概就是第七舰队 从韩战之后 然后你就不断的听到 就是第七舰队寻意台湾海下 那就是协访 所谓的美台之间的军事的防御的共同条约 具体的表现 就是第七舰队协访台湾 以日本为中心 往南延伸 所以第七舰队对台湾来讲 就等于是美军护台的代表性的 符号 可是第七舰队到底是什么 这次舰队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是这本书的重点 所以借着这本书 你有机会比较完整的认识第七舰队 否则类似这种的比较专业性的东西 没有系统性的书写跟整理的时候 你大概就仅止于新闻表面上面的理解而已 好 那第七舰队有多强大 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说 他比谁强或者比谁弱了 我只能说他第一个历史悠久 第二个就是他们的这个一签 比如说美国为了配合日本的这个核部政策 所以他都不会把这个核动力的船舰放到日本这边来 那等到真的到后面的时候 连这个最后一艘的这个传统动力的航空母舰小英号都退役了 他已经没有非核动力的航空母舰了 那只好就把这个华盛顿号派来 当时美国也做了很多公关的这个工作 所以我们可以想说以前你放在第七舰队这边都不见得是他对顶尖的船舰 但是呢却是任务最繁重的 刚刚大概说我们听到第七舰队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是在1950年的韩战过后 其实我们假如在往前的话 1945年第七舰队跟中华民国的关系就已经建立了 第七舰队的第一个基地母港 母港应该说在二战后的第一个母港 作者他非常强调这一点 他说即使到现役的这个第七舰队的司令部里面的人 也不知道这个历史 他第一个母港在青岛 他在那边设立了一个中国海军训练中心 负责把当时要交给国军的中美联合四款的登陆舰艇 就是这个接训的这个司官兵的训练 当时的基地就在青岛 那一直等到国共内战以后 他们的基地受到共军的攻击 然后有阿兵哥甚至是被共军打死的 那美军才决定撤离青岛 那撤离了以后也不是第一时间就到日本去 他最当时他的母港是在 菲律宾的这个苏比克湾 那等到苏比克湾后来又没有了以后 或者说越战结束了没有了以后才迁到今天我们知道的航空学那边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他之所以今天还能够在这个区域里面做这么多事情 不管是对尤其是对我们我们说的自由世界来讲好了 你想想看 假如我们都靠自己的军队的话 作者他有提到一个事情 在地基建队部署在亚太或者印太这个区域来讲的话 帮助许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节省了许多军费 就是我可以提供你一些协助 那你不需要建立那么多的军队 这个最明显的事情就发生在菲律宾 菲律宾他的海军跟空军非常非常弱 因为以前美军在这边住 但是等到美军撤离了以后 他们也没有也没有说很快的去把它发展起来 当然也是因为他们当时国家的经济已经衰弱了 以整体来讲的话 我觉得地基建队 他应对波斯湾的情况 他可以很快处理 因为在波湾战争或者是在中东当年发生反恐战争 最快反应的就是地基建队派出的舰队 那再来就是说在我们台湾周边这边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现在不知道的 或者我们没看到的 美军他们经常都会有船舰在我们四周围巡逸 当然距离没这么近 那这也是因为他离开了佐斯堡 或离开了横须鹤 要到南海这边毕竟会经过的地方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想想看在海上 我们经常跟这些部队做联系 或者是碰到的话 那个不管是友好的方面 或者敌对方面都好 友好的话 当然是我有朋友在身边 多好 那假如是敌对的话 当然会有多少会有一点忌惮 就是对于想做什么事情都要先散失 但是我并不觉得说 美国把一个舰队摆在这边 就是他为了保护其他国家 毕竟他还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 那美国他把自己的国家利益 放成是全球的利益 那这一点我相信 我们这么多年来 念国际关系的人都知道了 当然这是他自己设定的 至于说我们其他这些国家 我们怎么去看待他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说 比如说以台湾来讲的话 他带给我们很多技术上面的协助 当然是断交了以后 这样子的协助就从明转为暗 那这样子的情况底下 他的所在对于稳定区 我觉得是有非常大帮助的 好 今天在我们现场 我们是查理 聊原出版社的主编 那这本书 聊原的行星书 第七舰队 那个副 副标题我听起来是很恶心的 就是OK 他叫他叫做民主与和平的守护者 好 那不管怎么讲 第七舰队 对于亚洲的地缘政治 他是一支最大的一支军队 没错 可是二战结束之后到现在为止 他经历了几场的战争 而现在他终于要面对他真正的挑战 那就是解放军的海军 过去美国的舰队在三大洋航行的时候 坦白讲没有什么对手 顶多苏联的海军 可是老实讲苏联的海军老了 尤其在这一次的波 这一次的就是说俄乌战争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指标性的舰队 黑海 黑海舰的舰队 基本上面没有办法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而且主力舰的等等的 经常的都成为翁中作憋 被打好完的 面对到现代的这些的武器系统的时候 他的舰队的防御力是不行的 好 因此未来能够去挑战美国在海上霸权实力的 坦白讲大概就只有中国的海军 没错 那这对第七舰队的未来会有什么影响 我们如何去看待呢 大陆的解放军的海军海权的力量的爆发 以及第七舰队如何因应这样一个新趋势 广告回头之后 继续跟了聊原出版社的主编查理聊 好 飞得播放飞得早餐 我是战刘龙 今天星期一的时间 来我们认识一下第七舰队 那类似这样的出版品 我坦白说 我本来就不是要挑给一般的民众 一般的普罗大众去做阅读的 你如果真的很有兴趣的阅读 然后做主题式的阅读 那当然欢迎了 第二个就是说 当你在做一些的广泛的专业的阅读的时候 我希望挑的出版品是你看完了之后 能够要读当然会有点门槛 但是你看完了之后会觉得有收获感的 可是我感觉你对过去搞不清楚的事情 终于有了一个全新的面貌的认识 好那今天挑的这本书呢 是辽元出版社呢 出版的第七舰队 他有个副标题 民主与和平的守护者 那作者呢 爱德华马 马洛达 我刚稍微介绍了一下 那民主与和平的守护者 美国向来都这样讲 可是我一直说 今天地球上面 地球上面当下呢 几乎呢 所有的难民都跟美国有关 地球地球上面 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 几乎所有的大规模的人民的伤亡 都是美国干的 但是他会告诉你说 我是来守护呢 民主跟和平的 但是当他要守护你的民主跟和平 你不答应的时候 那他就动手了 好所以呢 你对于呢 美国的这个军事力量的认识 跟他的口号呢 是两回事件 然后继续聊第七舰队 第七舰队的编制有多大 他比如说他有航空母舰打击群 他有驱逐舰的这个战队 他有两栖部队 潜舰部队 那再来有海军陆战队 还有这个后勤的指挥部 后勤指挥部是设在新加坡 那再来他还有 这个海报部队 甚至我们从他的整个变质来看的话 他是已经是一个 我不知道说小型 一个中型国家的完整的一个军队的变质 不只是中型国家 地球上大部分的国家都不可能跟他相对 整体军力没大了这么多 对 那我们可以想象说他就是陆海空的地面的各种部队都有了 那他还有自己专属的这个航空打击部队 巡逻部队 这个空中的巡逻部队 甚至是这个侦察部队 你想象说一个国家该有的一个军队的编制 他这边都有 只是他的他的这个军种可能都是海军或者海军陆战队而已 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 你会想象说他要做任何事情 他第一时间都可以做得到 他不需要再去跟别的军种去接调 大哥一直问我有多强大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办法量化 我们只能从他们一直以来所做的事情来去看待他 我才发现你身上穿的是第七舰队的T-shirt 对对对对 这是到横须贺才有的 在横须贺买的 没错 大概眼见 炫耀的 配合主题 对对对 好你继续 对对 然后其实这本书啊 他写的他是以历史性的方式来写 所以对于读者来说 以及大哥的读者来说 我觉得大家这个不会有这个阅读门槛 因为讲讲故事嘛 讲故事其实我觉得还还蛮有趣的 尤其里面提到的几个点 第一个他一开始就跟中华民国建立关系嘛 那当然等到79年以后 他转而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嘛 那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从1950年代的 比较相对不好的关系到后来转好 转好了以后又开始又开始走下坡这样子啊 那这本书完成的时候在2013年完成的 当时中美之间是处于一个非常激烈的一个竞争的状态 但即使是这样 我们说常说竞和竞和嘛 竞争之后还是又会有合作的啊 但是在2013年到2024年就是成熟的这个年的时候啊 后面的10年其实就是中美关系就是整个滑坡市的 整个往下面走嘛 尤其在川普当上了总统以后 然后还到疫情的发生啊 这短短的这个差不多七八年时间吧 双方的关系就非常恶化的非常快 所以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作者他对地基建队 对于在印太地区这边跟中国这边的关系的保持跟友好 他其实是处于是比较看好的一个状态 但是等到因为后来我们书本要出的时候 我请他再写一个结语吧 那当然他就他的写法就会变成说 美中在这边面对很多的挑战 那比如说以前美军都会几乎每个月你会 尤其是香港的朋友他们的感触最深啊 几乎每个月都有至少有一艘美军的船在香港 去靠港 很多当时喜欢军舰的朋友都都可以到那边 在港边啊 他就拿着相机就可以拍了 那现在完全真的快十年没有这种福利了 所以我们老美他也喜欢在香港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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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兰归坊就生意就变差 没错啊 没有错啊 所以说你说很多人说香港的老外边变少 拜托以前有美军啊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光这一块的话 我们可以知道说 两国之间的关系变得没那么好了以后 那自然就是军队方面的交流就会减少 这样减少的话你当然就会也纯粹一个观察的指标了 所以这本书我出来的话 我觉得就是我常我这本书我一直跟大家说 它是个地缘政治的一个观察 第七舰队它有具有这样的指标性 我相信在美国其他翻号的这个海军部队来讲 还不见得有这样的能耐 所以与其说它在质量上的强大 不如说是它所展现出来的这个软实力 我觉得这个才是今天 让我们在印太地区生活的人去看待地基舰队的眼光吧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好大家只要想 想说你平常在新闻里面几乎不会听到有人在讨论美国的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舰队 你都忘了你都以为美国只有第七舰队 这不只是因为我们在亚洲 所以我们会我们会一直听到美国第七舰队 你关注新闻就知道了 像我每天看这么多的国际新闻 几乎不会有任何一支美国的其他的舰队被提到他在干什么 甚至第七舰队的这些的司令的异动 司令的讲话 他都是国际新闻当中能见度很高的 所以这支舰队的特殊性 不只是他配属在亚洲 不只是他的规模 而是他相对于其他的美国舰队来讲 不只在有没有航母 有航母没有航母是一回事 而是在地缘政治上面 第七舰队所在的这个位置 他几乎就标注了强权政治在未来要决斗的战场 好吧 我们看第七舰队 二战之后的第七舰队 在亚洲除了台湾海峡的巡弋 是我们比较熟的 但这几年的时间 我也在注意 就是第七舰队穿越台海的频率 一直在下降 越来越降低 往年高的时候 大概平均每个月来一次 我说他是台湾的MC 就是每个月大概都来一次 可是到现在到去年 大概剩四次 三次 就是频率越来越低 那第七舰队在过去 从他从他成军之后的这几年 在亚洲他有什么重要的表现 假如是从他1943年成军到现在 刚好去年刚好满80年 那现在也迈入第81年 我觉得比如说在二战的时候 当然他也作为 其实他在二战的时候 他不是一个大部队 他主要是作为卖帅的 指挥的太平洋司令部底下的一个 登陆部队而已 主要都是中型或小型的护航的航空母舰 还有一些驱逐舰 还有就是两栖部队 主要是这样 等到当然后来才会变得 变质越来越大 因为任务多了 说表现的话 第一个 我觉得在50年的寒战之后 还有就是后来的 越南的南北分支 大家刚刚提到难民 没有错 当时他们协助了把许多 在北约 他不愿意继续留在共产党 统治之下的民众 就无条件把他们运送到南部去 南越去 那再来就是我们大臣当时要撤退到台湾来 当时就是也是有第七舰队来协助把这些民众 全部由大臣岛 全部迁徙到台湾本岛来的 当然就是这个在冷战时期 后来当然他也非常积极的参与越战 那时越战也是一个泥闹 那一直到1975年西贡沦陷 第七舰队也是负责把当时要逃离越南的这个民众 全部都送离那边地方送到菲律宾去 但是等到冷战结束了以后 他嫌少在这边做这些事情 反而是以人道救援的任务居多 比如说2004年的南亚大海啸 比如说之后的这个海燕 在这个菲律宾的海燕台风 甚至是在台湾的这个八八风灾 那一支八八风灾当然也是因为突如其来的 发生了非常大的规模的这个灾害 那美国他就派了一艘船户登陆舰到台湾来这边所协助 也是那一次开始 他们派了直升机直接到台湾岛上来 到进到台湾境内来协助说做任何的这个资源 当时是马政府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说其实中华民国不管是谁执政 他跟美国的关系都是非常密切的 只是有没有把它公开的讲出来而已 其实这个是我们对于做国际关系的观察的人 尤其是台美关系的人来看都知道的这一点 那一直到我觉得他们最大的总动员 应该是属于日本三一大地震的时候 毕竟是自己的所在住在国嘛 那他发发动他的驻地的所有人出去救灾 当时我还记得 因为当时我还在杂志写稿 所以我当时就就就就搜罗很多这方面的资讯 当时第七线队的旗舰 就是蓝领号指挥舰 他在新加坡访问 当他们知道这件事情以后 赶紧在当地就马上物资一上船 在第一时间就赶回日本去 你就可以想象出 当时第七舰队 他的母舰 他的旗舰 他大多数可以继续我的行程 反正这么多好几万人在那边救灾 不缺我一个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第七舰队司令 他就要展现出一种决心 我的母港所在过发生灾难 我一定要回去 当时是这样子的想法 好 当然因为第七舰队 他也是美日安保架构当中最重要的保障力量 如果没有第七舰队 因为美国毕竟是以海军委为主 他用海军委载态 所以他的海军航空兵 海军陆战队 他的主要的作战力量都是以海军委载态 这种海军委载态就凸显了 他的舰队的重要性 而现在美国在亚太地区 最重要的同盟力量 就是美日安保的架构 在美日安保架构之下的 第七舰队的重要性不言可遇 所以未来在解放军 解放军的军力在崛起跟扩张的过程当中 在把美国力量往外推的过程当中 他要面对的表面上是第七舰队 实际上面能面对的是美日一体的这个军事架构 这个军事架构不要太浪漫了 基本上是牢不可破的 那么进下广告 广告回头之后呢 继续呢 跟查理来谈这本书 这是我们今天的选书 第七舰队民主和和平的守护者 辽原出版 好那这本书呢 当然他有一个附录 这个附录是你们特别加的吗 我们特别加的 OK 只有中文版才有 没错 好那这里面几乎都是跟台湾有关的 没错跟台湾有关的 台湾有关的附录 不管在大城策队之后的 第七舰队的角色 对 后面还有什么 还有些是图片 对中美的联合两栖的操演 对 然后后面还有谈到 在台湾的美国海军的福利战 对 好然后呢 在最后面呢 还有以前 好的第七舰队呢 跟台湾的协防的问题 对 好那其中一个呢 我想我想现在是第七舰队的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面对到了解放军的海军的决定 那这几年时候我们看到有关于解放军的海军力量的描述 基本上面都很惊人 他除了他的航母从几年前到还是零 现在呢 现在已经第第三艘航母福建舰的已经在海市了 对 那舰载机也都已经在测试了 对 那因为还没有还没有看到他的他的在甲板上面的 就是说呢 起飞的模式 我们知道他不是核动力 对 但是他非核动力的情况 传统动力的电磁弹射会有会有多大的效率 这都是未来呢 就解放军的海军的力量表现的时候的关注的重点 再加上除了除了航母之外 解放军的海军从055的大区 从0522D的这种的主力的这种的神盾舰 这个呢 几乎都像下脚子一样 对 所以在第一岛链范围之内啊 第七舰队还有胜算吗 局部优势正在逐渐的失去吧 因为其实解放军这几年就过去的十年他大量的召舰使得他自己取得了这个局部优势 那因为我们也知道海军你说你要从另外一边调人过来 你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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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披萨啊 马上叫马上到啊 所以一定要花一段时间 所以也是为什么美国海军在这些年来 尤其美国政府他一直去积极的去 拉拢日本海 日本智慧队跟南韩的海军啊 希望说在第一时间啊 他们能够在这边提供援助 当然他也希望这个印度或者是这个澳洲来也可以为他提供这方面的协助 但是老实说澳洲跟印度不管是在技术层面也好 澳洲当然没问题啊 但是印度的话他的战力逼价还是没有是相对的弱一点啊 那你说真的是要辞员的话 澳洲跟印度真的距离太远了 除非他们是从外围啊来来打进来 那这个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啊 以美国目前来看的话 他在啊 西太平洋这一边来说 以我自己的观察 他们我觉得太累了 他们要肩负的任务从来没少过 而且他们面对的挑战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多 但是呢他的船舰跟人就是那么多 尤其是在这个反恐战争结束了以后 美国的征兵的人数减少了 应该说募兵的人数减少了 那福利什么的或者条件也不跟以往差了很多 那因为打了十几年的反恐战争 美国国内对于要花在这个老兵处理他们的丧事 处理他们PTSD的问题的这个经费逐年增加 所以可以从整体的条件来看的话 美国尤其是海军在这一边 他的这个优势渐渐的在流失 只是说那个坡度是多大 我们可以从这个第三远征军 就是陆三队嘛 从小布希跟欧巴马年代 就一直说要建设官岛 把这五千名官兵都迁到这个官岛那边去 希望让冲绳这一边的驻军可以分散 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军渐渐的 把他们在冲绳的很多的这个原本的使用的基地 都返还给冲绳县政府或者是日本政府 主要就是他们已经用不到了 这种种迹象我们可以看到说 美国他正在把自己在第一岛链的这一个防守线 再往后退 往后退的原因除了是解放军海军的强大之外 还有就是他们的火箭军的这个火力的打击 越来越强大 他的这个射程也越来越远 所以为了避免在自己的部队 遭受第一级的这个攻击 所以行动越慢的就越往后面扯 飞机的话还摆在这个范围之内没问题 但是因为他可以一起飞马上就走 但是你船跟人是没办法的 所以我们从美国自己 尤其是他们海军内部的一些研究 可以看到他们对于第一岛链航空母舰要部署的位置 是远离日本列岛的地方越来越远 在他们东边越来越远的位置 从这样子来看的话 我们多少可以看到 美国他的战略 或者是他的这个守备线 守备范围的改变 当你的守备伸得越长的话 你就需要越大的力量去打重要害 因为你越远打进去 那个力道就越少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美国他们现在要花费更大的力量来守住西太平洋 其实对他们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好当然了 未来这是第七舰队未来 未来最重要的任务 就在面对到解放军的力量崛起 同时他最核心的目标就是要收复台湾 所以第七舰队未来如何面对到解放军 现在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 军事上面的意图 那在和解放军的崛起的海空实力对抗的时候 第七舰队现在看起来不只是局部优势的上市 而是在整个大区域第一岛链范围之内 他的安全的活动变得越来越困难 所以我们刚提到 就是第七舰队巡逸台湾海峡 这种过去几十年 让台湾人觉得稍微安心的 这种的军事的活动的模式 现在频率大幅的降低 大幅降低不只是中美关系的默契性的发展 其实在现实上面来讲 他已经没有能力再透过巡逸海峡的方式 确保台湾的安全 以前只要在台湾海峡走一走 大概就表示这个地盘 这地盘是归我管的 现在这一套都没有效了 所以不只是第七舰队 当第七舰队相对弱化的时候 说第一岛链的每个国家的安全系数 都必须要重新的设定 今天时间关系非常感谢来到我们现场 为大家导读这本书 聊原出版社的主编查理 这本书 第七舰队民主与和平的守护者 聊原出版 书大家可以自己找来看 不管实体或者网络书店都可以买得到 感谢今天到我们现场的查理 感谢大哥 来进广告 回头新闻